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梦境修炼活动已经开启一段时间 而最近很多玩家该上课的上课 该上班的上班 没时间去完成这个英雄修炼活动 那么维哥就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 挂机完成梦境修炼的方法 首先我们选择那些白板的英雄来完成任务 就是平常不怎么玩的英雄 维哥拿项羽来举例 目前项羽的熟练度只有56 然后我们在英雄修炼活动中 选择项羽来修炼 接着到主界面选择对战 再选择515模式 这里我们不要选择匹配 而是选择能机模式 接着选择快速模式 难度选择青铜就好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开始匹配 然后我们再选择要做任务的英雄 记得一定要英雄修炼的指定英雄 而且熟练度最好是白板 就是没有玩过的英雄 然后我们再进入游戏 就可以直接退出游戏了 这个时候该学习的学习 该上班的就继续上班 而伟哥为了看看人机的操作 就特意进入游戏看看人机的操作是如何的 发现人机的水平还是很不错的 他会自动加技能点 对敌方残血英雄也是紧追不舍 一般玩家都做不到这样的程度 还有就是他残血了也懂得自己回家 但是看到队友在奋斗 也会停止回家 继续和队友一起和敌方英雄进行战斗 只不过每次资源都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当然如果使用这种挂机欢垮的玩家 就不用进入游戏观察挂机操作了 只要退出游戏后 等个十几分钟再登录游戏 就可以看到刚刚选择的英雄熟练度 已经有所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项羽的熟练度 已经变成了绿色 而梦境试炼任务也完成了好几个 那么接下来就只要再这样操作几次 就很容易完成英雄修炼的任务了 这样挂机就可以白白拿走五个皮肤碎片 是不是很不错呢